咦 這個頻道你訂閱了沒有 趕快訂閱喔 女人我知道Youtube 那我們來看看 最後這一張配結對不對 是的 來 我來教大家開外掛的方法 為何要穿這樣吃蛋仔麵 切仔麵 妳還露妳的小蛋麵 這張是葉配蛋仔麵嗎 不是 那是一個布景 在哪裡 在拍戲吧 棚內吧 對 在棚內 因為它感覺到後面是假的 在美人姐的節目裡 因為那個門上面沒有玻璃 玻璃的 你們很愛放出照片 怎麼講啊 我只有看到她的那個斗宅 我要講 我開外掛 我跟觀眾講好了 反正你們都不聽 很乾淨 我開外掛的方法就是 我隨身要攜帶我的經紀人 因為他就是我的自拍神器 那萬一 因為他非常的會拍照 萬一他沒有來的時候 我有發現一個軟體 它可以有一個長高功能 就是你只要對好你的脖子線 肚子線跟腳踝線 你就可以拉長了 對 超好用的 然後像這一張 純粹就是它拍得很好 那如果呢 還有來嗎 有 還有來 我可以請妳來 Apple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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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帶妳背面就好了 Apple姐 通常妳站在那邊 妳自己講 妳站在那邊 那Apple姐要蹲多低 妳要蹲多低 妳要蹲多低才可以 妳通常是妳要拍照 妳要蹲低嗎 妳不用蹲低 就這樣 妳不用蹲低 那妳相機是放在哪 你看 妳看那個位置 因為觀眾要學 就這樣 真的嗎 來 妳不要動 距離在遠 距離在遠 妳再退後 妳就拍就對了 然後 手機會對它的腳線 其實這樣子就是我 手機會對它的腳線 這樣子就是 就是我們拍照平常的距離 跟那個尺寸對不對 有沒有 你看 有耶 其實很高 可是它看得到一幕 看得到了 對 每天那個心想都看得到 妳是協士 對 Apple姐這種協士 妳眼睛長在肚臍上 是不是很簡單 對 謝謝妳 謝謝 其實這個跟蹲下的道理一樣 這個跟蹲下拍的道理一樣 那個叫她的 她的視角其實就在蹲下來的 其實她蹲下來也可以拍 其實蹲下來也可以拍 但是蹲下來的視角不太一樣 是不用這麼低 對 誇獎嗎 對 妳在誇獎嗎 妳在誇獎一點點 來...1 2 應該要有一點羊腳 大喝應該是想要試試 妳是大羊腳吧 妳 對 對 對 她的羊腳只是樂高 這樣更長 好 其實我沒有要追求到 這麼高 沒關係 沒有這麼高嗎 沒有 沒有那麼高 但是我還要講 我最後還有一個放大絕的方式 就是 我拍照從來不跟別人拍 就是我自己拍的時候 對 跟蛋斬麵拍的 我在我自己的世界裡 妳就是跟蛋斬麵或熱蟲 沒有 我已經很買了對不對 但她如果跟我一起拍的話 真的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講 全心必樂 像沛姨姐她絕對不能跟我拍 不幸就會變這樣子 妳走開 妳走開 來 拍快一點 來 我們不要戴到腳 是不是就很合理 等一下 大哥 我們不要戴腳 這樣真的很合理 就是踩高橋 這樣感覺她像抱著妳 妳游泳就下來 她像抱著妳 你下來 她感覺就是想抱了吧 這樣子 好啦 對 我跟她拍照就很吃虧 因為我們有演一個戲 常常都會搭一起 然後這樣站好遠看 所以我的大絕招就是 身邊要近空 不能有任何的比例尺 不要有比例尺 這樣我就可以想 穿什麼就穿什麼 對 好 我們請最後那個佑琴老師 稍微介紹幾件 給電視機前就是那種小個兒 小個兒比較小 可是佩潔說實在 她的比例 是好的 其實比例是漂亮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妳是嬌小 但妳跟佩潔一樣 比例漂亮的話 妳可以穿一些厚底的跟鞋 好 妳看今年有很多這種 防守牌 前高 後高 然後一樣就是妳可以 把腳背的面積露出來 這也是一種方法 或者是像帽子 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帽子是 不一定會整個身高增加很多 妳看這個是手櫃的 但是它可以讓妳的視覺 往上面走 所以我覺得妳可以投資 像這樣的一個帽款 或者是這種 今年夏天妳要透氣 但是又要看起來高挑的話 這種巴拿馬帽 其實是很值得拿投資的 也可以增高 對 也可以讓妳的視線 我想問這種帽子 有的有那個捏痕跟沒有的是 差別在哪裡 對 其實正統的巴拿馬帽 它這個地方 會做一點點小的凹槽 對 它讓妳拿的時候會很方便 然後再來 所謂的巴拿馬帽 它的這個編織的植物的賣感 一定就是二瓜多產的 所以它是真的可以通風 然後韌性很強 又輕 所以好的是可以輕 可以折 可以揉 對 但是如果說一般可能 可能幾百塊那種 它就不一定有什麼好處 所以我覺得教教女生 其實妳夏天可以投資 這樣的東西 那要白色嗎 要淺色 不要深色 對 淺色絕對比深色好 因為他們就是要膨脹的感覺 那些人 對 不一樣 那些人 有可能 是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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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有可能 有可能 對